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叔,欢迎收看本期大叔观众来观战一把爱丽的爱哭鬼 阵容方面的话,先知祭司机械前锋被搬了一个佣兵 知道这种被搬掉一个佣兵,穷者救人的一个难度会高很多啊 因为单救前锋其实没那么稳啊,他得撞救,撞救才行 诶,这里祭司,祭司第一波站在这边 那一个火,呦去,去,去,这个火,蓄力一刀直接带走,这个火 这个火看到连抬手的动作都没有,直接秒拉的给秒拉,我去这就是爱丽啊,直接一个地下室这还怎么打 惊了这朵火,观看视频的同学可以去反复看一下这火怎么拉的 哇,感觉那朵野火是突然之间刷出来的,爱丽这边反应非常快,直接打了一个火 懵了 前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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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球,撞,撞晕 进去要救,救完套鸟,这个鸟得给到前锋啊 这边鸟给前锋,球稳先把人救下来 卡一卡,这边爱丽 火,秒,前锋再来,一个火拉中在前锋的盾上面,打一刀,祭司出门 再回身撞,呦,这把的话,马克的这个,前锋打得非常不错啊 应该算是一个完美救人了 这,以一刀为代价,把祭司救了,祭司还能二六万,薄命时间还结束了 这边一刀子火,躲掉,祭司再一个刀 困兽的一个叠加效果已经结束了,那这边可能就要闪现了,板子下的应该就要闪现了 一刀,等于说就是把爱丽本身一个大优,现在打成了一个小优,优势还是优的 优势还是优的,但是呢就是球者这边的话可以选择把这个祭司卖掉来保平了 因为这边这个位置的话比较角落,然后爱丽这边闪现也逼出来了,该交的东西都交掉了 最好是再派一个人过来顶一手,顶一手有什么好处呢,顶一手的话这边爱丽就不能太往前过去了 不能太往前压了,要不然的话这边可能祭司一旦挂飞以后,爱丽这边往前一顶距离拉近了以后 可以快速的起第二波的一个抓人节奏 这边选择直接修电机,那没有来选择压一手 还是追求一个奠机的节奏,这边有耳鸣,但是这也是娃娃的,爱丽这边可能还没有分辨出来 这些人知道这边有个娃娃蹲着的 横向过来找前锋,前锋这边剩下不到一半的球 看看 拉球,拉火,追过来不敢翻,没办法,这个点位翻了可能是个震慑 前锋的球也交了,两台电机,还行吧 这边的娃娃去中场补一台,先知这边找到最后一台点起来 电机够了,机械师这边的一个位置能救人的 但是他这边的话,主要是娃娃的电机会被干扰到 这样的话,球者会差一台电机 这边选择管的是前锋刚才的一台遗产 先知这边是修了一台新机 前锋这台遗产的话大概削了百分之四十左右吧 三四十,因为刚爆过一次百分之十七 然后艾哭狗就抓过去了 娃娃这边如果说被处理掉的话 我觉得这把艾莉应该是大概率能赢了 娃处理掉的话大概率能赢了 先知也来,机械师也来,没有人秀机的 机械师就算有薄命也不够了 电机不够啊,电机不够 前锋没有球了 这个局还真没办法 我觉得这个局球者已经打得很好了 前锋打的真的非常非常好,这把 几次撞,连环三撞 都撞得非常的完美 这边过来,先把机械师打了 反身过去再找前锋 这样的话,球者电机是绝对不够的 前锋挂上以后一个躺在地上 一个,诶,他选择过来找机械师挂吗 找机械师挂,也行,哦,也行 反正电机是肯定不够的 所以说他找前锋挂呢,相对来说更加稳一点 找前锋挂呢,就怕万一前锋利用 大船的一个地理优势,牵制起来了 这边挂到先知的遗产机 这样守住一台电机更稳 诶,挂回去 这边发现没椅子 他并且本来想挂小房的 这个走的方向想挂小房的 然后发现没椅子 那也行,挂前锋,刚好挂前锋的遗产机 正好前锋在这边 先知这边过来救一波,拉火 闪现一刀,二挂前锋 他还得挂回去,还得挂回去 最好是挂到刚才前锋的遗产 究竟挂上的话 这边得拉一个滑板加速过来守着他电机 补一棵树 机械师修出场电机 先知没有搏命的 就... 嗯...不是特别好救啊 当然我觉得这一波 追了一个戒尸双倒 然后打了一波换挂节奏 对于艾莉来讲是亏的 漂亮,这波先知 这个走位在火拉到面前的 那一瞬间一扭把他救下来 前锋,还能创造奇迹吗? 创造不了了 这边电机百分之六十没办法 拉火,还想秒先知 这局神仙打架啊 两边打的都很好 先知这波走位帅不帅?很酸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烈势太大了 真的翻不了 有火,有火,两秒钟以后有火 这边一个火能不能带走 带不走 带不走 跟上去 机械师电机马上要亮 两人在场开门站 保一个单跑 架主 应该是要拉火了 拉了 先知这边的话 我要吸鸟 镜头给到先知 我吸,我吸,我吸吸吸 躲火 我吃实体刀 躲火 没躲成功 打一刀 哎呦我去 解释 要跳地窖 这个解释得翻个箱子 贴边 翻个箱 然后找机会跳地窖 翻个什么能跳地窖呢? 翻个护币 翻个球吧 这边压过来 有传送的 这边往前点 位置判断的非常清楚啊 看到了 小红蝶已经有了 机械师翻了 真翻了个护币啊 火拉中 这个火还不如不拉中的 不拉中的话 埃里这波一波加速 这机械师没了 但是这边出圈以后 减速了 滑板加速也好了 火也好了 蓄力一刀带走 完成四抓 那这个开局呢 确实四杀是不过分的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